法国航空母舰戴高勒号上周末部署到东地中海之后 23号战机升空展开第一波空袭行动 轰炸伊斯兰国IS位在伊拉克境内的据点 同一天英国首相卡麦隆也来到国会寻求支持 希望将英军空袭范围扩大到叙利亚 另外卡麦隆也提议让法国借用空军基地 并提供空中加油等后勤支援 位在日本东京的晋国神社23号上午传出爆炸声 不过并未造成任何伤亡 警方在神社南门附近的男子厕所天花板上 巡货管子 干电池和定时装置等物品 另外也正在过滤监视器录影带 目前已发现一名男子在事发前提着一个纸袋离开公厕 相当可疑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24号进入连续第四天的反恐最高警戒 警方呼吁民众不要在社群网站讨论警方行动 以免泄露情报给恐怖分子 充满幽默感的网友立刻将大量可爱猫咪照片丢上推特 还加上布鲁塞尔封城的标签 号称是七敌战术 让恐怖分子在推特上找不到警方动态